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7月1号就正式成立 今天是接牌 今天是7-11来接牌 那基本上 我刚才讲 这不只是一个接牌典礼 度假还没有来这边以前 我们先到城隍庙 为什么 就是刚才黄市长讲到的 是表示感恩和感谢 其实今天来这边 不是接牌典礼 是一个感恩感谢的典礼 我们感谢很多人 有的人给我们这个想法 说有必要在这个地方 设一个中心 那这个想法 其实有一段时间了 而且我们跟很多人请教 包括在座的立法委员 每一位 我们都有请教 其实地方很多大佬 包括我们今天云林 嘉义台南地区来的民众 其实很多这个意见领袖 我们也都一一请教 大家都很赞成说 在原来的中区 南区和东区以外 再设一个云嘉南地区的联合服务中心 这个想法大家都赞成 那增加这些服务的项目 大家也都赞成 我想中间唯一大家意见 有一点不太一样 是说地点要是在什么地方了 那我们这个事情 我们就拜托了金建会引主委 他们在做一个规划 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是在嘉义 是因为 我们在中区的服务中心 是在台中市 南区的服务中心 是在高雄市 如果拿台中的火车站 和高雄的火车站 把它连起来 点个中间点的话 刚好就是嘉义 因为嘉义火车站 离台中火车站100公里 那嘉义火车站离高雄火车站 110公里 所以刚好有中间点这个地方 所以就选择了嘉义火车 为什么说要非常感谢 因为这个期间 大家提供了很多意见 很多想法 包括我们也要感谢 我们这些出头家 非常愿意提供这样一个 很好的场所 让我们能够在这边有一个 替大家服务的地方 所以联合服务中心 最重要目的就是协调和服务 那行政院是非常有诚意的 我们这一次 一开始就请当时 我们这个政务副秘书长 也就是现在今天开始担任 秘书长的陈士葵先生 请他来接任这边的执行长 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一个服务中心 刚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各部会都派人来支援 中间要协调 如果请任何一个人 来做这个执行长的话 在协调方面 可能会比较辛苦 但是如果由当时的 我们政府副秘书长 这样一个层级 他可以跟各部会 有很好的关系 可以统筹各部会人力 给这个云嘉南地区的中心 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那协调各方面资源 来完成这个任务 我们在一个月之内 就发包 然后就把它完工 整个各部会资源 当然我们军建会 引主委 也功不可没了 他做了很多的规划工作 知道我们是基于一个协调 服务的立场 来这边设这样一个中心 希望在座所有云林 嘉义 泰南地区的民众 大家共同来支持 如果服务也不周到的所在 请大家多多指教 那我们政府就是一个 最大的服务业 那我们会在这个精神之下 来跟各位 来请教 来这个协调 然后整合中央地方的资源 希望能够让我们过去 云嘉南这个我们所谓 云嘉南平原这个农业地区 因地制宜 提供最好的服务 谢谢大家 谢谢